这金庸老爷子90大寿 电视圈再次掀起江湖精选风 武侠剧横扫2013屏幕 纷纷向金大侠致敬 只是随着时代的发展 金庸剧早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武侠剧 已经播出的笑傲江湖 引发疯狂吐槽 正在拍摄中的天龙八部 也是话题不断 偶像年情加狗血桥段 再加大胆颠覆 这样的武侠 还是当年人人热毒的快意江湖吗